我們是那個輪迴天色的主編發展協會 然後我們其實今年就是 之前比較主要的產品就是這個 時鐘帽 就是我們之前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那個縣長跟那個陳時鐘 陳時鐘部長他有戴過這個帽子 所以後來採取名叫做時鐘帽 然後我們其實今年就是這個C計畫主要的產品是 主童丸 對 主蜻蜓啊 或是這個足球 就是我們舊公所那邊有做一堆 就是大的小型或是大型的 就是我們做的 然後像這個是主口哨 就是鳥造型的主口哨 你要不要先把協會介紹一下 協會介紹其實我們協會 我們是101年就成立 然後一直就是智力推廣 就是傳承文化到現在 就是我們之前大部分製作 我們以前是這個竹籠 這個人就是第一菜那種的 那因為後來塑膠啊紙箱啊就是代替了 所以已經減少了很多 就變成轉型做這種比較工藝類的 就比較精緻化的這種產品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除了這個 就是竹邊的這個精緻化的東西 我們還有做這種竹家具 像今天你看到這種是枕頭 但是我們協會那邊會比較多那種椅子啊桌子啊 其實我們協會啊成立以來都有做很多的活動 就是跟政府合作的一些計畫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有申請勞動部的多元計畫 現在還有持續在進行 傳承的那個資訊 對對對 主要就是傳承的文化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去年有辦一個活動 就是跟文化部文化觀光局合辦的一個活動 就是那個走進溪口 那個到田上的饗宴 然後其實那一天人數還蠻 就是大家參加的人數還蠻多的 然後預計我們預計今年也會繼續辦 然後我們之前就是協會 我們協會自己本身的那個裝置 有跟那個社造他們合作 就是有一個造景 就把我們的一個故事牆 做一個故事牆 那那個故事牆 我們有得到那個建築的元爺獎 對 為什麼這個竹編會在溪口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因為我們以前我們那個真好 大家都在做店裡 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還蠻糗的 可是大家都是那時候很盛行 那竹子來源哪邊的 我們竹子來源其實以前是從梅山 現在都從北部比較多 就是新竹啊 還有一些南投的 南投竹山那裡 其實我們這個就是我們村莊本身是沒有生產竹子的 就運過來之後大家都在做竹子的製品 是 因為以前是做的那種 那種地公家廚 就是 就是 聽我爸爸闡述啦 他是都做 阿公那時代都做地公家廚 但是他需求並沒有那麼多 是 所以後來才做什麼 機照啊 就是雞蛋 雞蛋 那種的 然後接下來才做 就是那時候經濟起飛 五六 五六零年代吧 那時候才做那種裝菜的那種菜浪 還有那個 起水浪 就是跟政府標案的那種 所以 那時候需求量大 我們那時候工廠啊 曾經 還就是 還有員工有一百 到達一百多人 只是後來就是漸漸的沒落 就是變成 本來我們那裡 有好幾家工廠 現在就只剩我們這一家 大部分都收掉 對 大部分都收掉了 所以你們後來才成立這個竹編協會來推廣 對對對 因為我們 我爸爸原本是想打算把它收掉了 因為真的也沒有客人 然後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高雄的 他返鄉子弟 他覺得他看到我們 我們村莊有這個文化 他覺得很好 為什麼 就是想要把它繼續傳承下去 然後才結合我們社區的 就是輪位啊 田下征啊 這些社區的一些騎勞 還有一些夥伴們 就是成立這個協會 然後從成立到現在 其實 真的也很感謝他們啦 我們辦很多活動 其實都很需要人力 對 像今天這個活動 我們從昨天開始 就 他們主要是油妝的活動 對對對 對 那我們就是 擺攤這樣子 那你個人有會嗎 我個人 好不好學 我個人也會 有在學 在學 他會不會容易紮到手還是怎麼樣 就是 紮到手其實會 因為我以前都做人 所以 其實習慣了 嗯 插罐是 插罐是 其實都會戴手套 但是比較不怕 你們現在有沒有做一些 比較快速的DIY的活動 我們現在有做 我們今天沒有做 對啊 就是有做一些比較快要做好的東西 再給遊客做對不對 有 就是我們會先起底 然後讓他去完成 就譬如說 簡單的這種 糖果盤 就是 他底我們會先把它弄好 先編好 然後他只要 照順序 對對對 因為他的編法比較簡單 他是一壓一編法 一個壓一個 這種是比較簡單的 或是這種 銅碗 這種銅碗 嗯 就是我們會把材料都弄好 他只要下去黏 就因為有些小朋友 組裝就好了 對組裝就好了 因為小朋友他比較 沒有耐心 也比較不知道怎麼弄 所以我們會做這種比較簡單的 那如果他 就是說 他還想要再更進階的 我們會叫他做這種 就是窗花 窗花 對 這個是杯墊 喔杯墊 他這個比較困難 因為他竹子比較細 手要更有 但是 但是他就是大家看的會很喜歡 就是這種 我們一樣也是把底編好 然後讓他下去穿 然後再把它結合 這個是比較進階一點的 齁 我們今年有沒有開課啊 新課程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那個工藝館合作 嗯 就是會請老師來教我們主編 就是更細緻一點的 這種更細緻化一點的 這個就是 我們老師那時候來教我們 因為我們那時候 他們的成品就對了 對 這是成品 他是從一開始 然後到完成這個作品 大概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一個 就是他六日會來 喔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我們那時候 開課的時候 我們志工都會來學習 或是有一些 比較有興趣的人 他們就會來 我們協會這邊 所以你看這個竹編 是不是他真的就是靠耐心而已 是 是 真的 其實他編法不難 但是真的 真的要有耐心 跟信心 嗯 嗯 好 謝謝